叽叽喳喳 隔壁发发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近两年来随着一些游戏厂商纷纷沉迷于炒冷饭 丧尸末日题材游戏掀起一度又一度的小浪潮 每年都会出现很多丧尸题材的游戏作品 有着不俗的销量 屡试不爽 可见玩家对这一题材的喜爱 是个金酒不摔的题材 不过世界之大 丧尸是否真的存在呢 丧尸有其他的别称 比如行尸 博尸 火死人等等 英文里叫赃倍 某些地区文化喜欢翻译成僵尸 不能说完全错误 只能说不太准确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僵尸指的是另外一个物种 僵尸是活人转化 僵尸是死人转化 早在新潮的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僵尸这一形象 其中 约维草堂笔记可子不语尤其经典 80年代香港领阵营的电影《僵尸先生爆火》 僵尸形象正式进入大宗视野 两手伸直 活蹦乱跳 刀枪不入 常规武器对它无效 只能通过糯米 符咒 航母舰等进行克制和封印 所以丧尸是打不过僵尸的 丧尸的起源是在非洲的贝南 多哥 北美的海地 当地的巫毒教信仰中 只要巫师在祭祀仪式中下毒药 遗体就能复活 如同失去意识的不死生物 可以用来当主人的奴隶 成为狗都不如的工具人 1932年诞生的世界上第一部丧尸片《白色丧尸》 讲述的就是这个古老的传说 不过影片的主要格调是反讽黑路交易 曾经一个叫维德·戴维斯的人类学家认为 祭祀仪式中 巫师给人服用河豚毒素 麻痹并抑制人对刺激的反应 甚至夺取性命 埋葬后又被巫师挖出来 驱除毒素并救活 形成丧尸 虽然遇到很多学者的反驳 但这也是当时唯一科学的解释 不过那时候的丧尸只是纯纯的工具人 还不具有攻击性 丧尸这一形态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 1968年的黑白恐怖电影《活死人之夜》 首次出现了由感染造成的有攻击性的丧尸 是现代丧尸文化的启蒙 这就是丧尸形象的历史背景 当然也奠定了过去以及现在 丧尸题材游戏的框架和方向 1971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款包含丧尸的游戏 《死亡竞赛》 一或两个玩家控制汽车击倒丧尸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 这不就是一款卷露的小游戏吗 很难想象 当年该游戏由于出现杀死累人生物的内容 被媒体和民间组织攻击 被扣上刺进虚拟暴力的帽子 1996年 一款游戏真正让丧尸题材在游戏界发扬光大 顺应了当年PlayStation游戏机的发展潮流 生化危机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这是第三人称固定试点的恐怖动作 解离冒险游戏 该系列作品的全球总销量已超过1亿套 是卡普空公司首个达到1亿套出货的游戏系列 毫无疑问引领丧尸题材游戏走向了主流位置 相对于什么巫师祭祀复活的丧尸 生化危机里的丧尸背景设定 显然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这可以说是游戏中丧尸形象和背景的鼻祖 后面出现的丧尸游戏的故事背景设定 也是从这个系列中获得灵感 总结起来丧尸的形成途径 基本就是某机构为了某利益 研制出某病毒由于某原因造成泄漏 然而在这些丧尸题材游戏里 难免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设定和变种 2009年发行的植物大展僵尸 逆改之前丧尸恐怖的形象 可爱的卡通风格一下子变得老少皆宜 这是一个塔防类型游戏 玩法如其名 放置一系列拥有攻击或防御功能的植物 来阻止不断到来的僵尸进入小屋 吃掉住户的脑子 游戏有多个场景 同时也有多种植物和丧尸的种类 不同的植物克制不同的丧尸 整体敲到好处 既休闲又有一丢丢难度 很容易上头 风比一时 时至今日 这个系列的热度也不显 不要少看这个可爱风格的塔防游戏 它对后来丧尸末日题材游戏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让起初单纯的生存恐惧 渐渐转变成反击反抗的姿态 思潮也应运而生 丧尸题材和生存游戏的结合 不能说绝配 只能说稳如老狗 遇到丧尸 为了生存 你可以选择躲避或者战斗 从零开始 先进家园 将有代表性的是七日沙 腐烂国度等等 那么说了丧尸的起源 接下来说说丧尸的主流种类 按大类来划分 第一类常规丧尸 最普遍也是数量最多的品种 是感染病毒死后复活的人类 主要传染途径是被身边的人捉伤 咬伤后感染 医师工人等等都是行尸走肉 没有医师通常行动较缓慢 会主动攻击活人 弱点是头部 用武器攻击爆头会马上死亡 当然病毒在一定条件的诱导下 会狂暴化 狂暴丧尸会跑得很快 攻击欲望更强 第二类动物丧尸 其实动物也会感染丧尸病毒 不过作为人类的朋友 丧尸狗最主有代表性 主要是因为误吃了感染病毒的食物 或者喝了受污染的水源 有着超高的运动力和攻击性 大型动物会变成很残暴 牙爪更锋利 宽宠类通常会巨大化 毒性会增强 第三类 铁食丧尸 是病毒进一步侵蚀丧尸的身体 宿主产生突变的品种 状态很不稳定 大脑暴露在外面 没有视觉 但听觉异常灵敏 有着锋利的爪子 和两米长的舌头 四肢行走 蛋调力十足 第四类 海洋性丧尸 一种深海鱼类 病原病毒与丧尸病毒结合 形成海洋性的丧尸病毒 人类感染后 身体表面呈白色 体内一半会液体化 该病毒繁殖需要更多水分 使宿主不断吸取猎物的体验 第五类 寄生虫丧尸 一般是先感染了丧尸病毒 再注入特种寄生虫 所控制的宿主 与常规丧尸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保留了更高的肢力 拥有食人化一般的丑嘴 会互相通过语言 传达信息 有协作能力 会使用各种武器 斧头 兼具 弓箭 枪械 炮弹 还会开车和做陷阱 非常难以对付 第六类 植物丧尸 另外 其实植物也是可以被丧尸病毒感染的 植物吸收了被污染的水分 产生了突变 性情暴躁 有触手状的藤条 攻击性很强 有一些品种 甚至可以喷出毒物 近几年来 丧尸题材的故事并未清晰 各种玩法层出不穷 有无双割草的 有联机突突突的 也有注重剧情体验 和关卡设计的 各大游戏厂商 都纷纷融入丧尸题材 其实不光是游戏 各大影视作品 也都纷纷加入丧尸题材的行业 美剧 形式走肉 更是获粉无数 甚至加入丧尸元素 是销量保底的手段 不过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题材的内容 早就统治化 并没有什么创新性的突破 可是丧尸题材 为什么能让玩家们乐此不疲呢 首先 相对于其他世界沦陷 末日崩溃的方式 如天奔地线 火山海啸 丧尸侵袭 并没有那么不可抗力 其次 相对于其他妖魔鬼怪 丧尸并没有那么恐怖 至少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比如得狂犬病 埃博拉病毒等 也会主动咬人 人们的心里 还是希望 在末日的绝望中 寻找生存的希望 强化变异版的丧尸 我们这些 没有主角欢欢的平民百姓 没有讨论的资格 而常规丧尸 绝对撕不开你家的仿斗门 他的智商不如一条狗 只要没有进化成 丧尸金刚的程度 绝对扛不住鲜娜的火力 即便是暴君 也扛不住一枚反弹跟火箭筒 正因为丧尸之显示人类 有可能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人 所以不需要夸张的爪牙 仅凭一步三摇的步伐 足以深得人心 丧尸的题材 给我们展示的是 一个绝望和希望并存的世界 之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 映射的是你和我心里深处的态度 在失望中寻找希望 在迷失中寻找理事 丧尸的世界如此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好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样的内容 记得点赞投币收藏和关注 这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